独家报道 高雄日前才发生三线一星的高阶警官酒驾自撞 现在又被爆料 这个岗山分局凤雄派出所的所长 他勤募之前喝酒 之前是说这一名所长喝酒上工 疑似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经过督察组当场实施酒册 发现王姓所长他的酒册值是达到0.69 现在分局强调绝对不互短 会依照规定乘除 日前高雄市才传出一名三线一星的张姓督察 酒驾被抓包招到格职处分 现在仪式又传出有派出所的所长 在执勤请务前喝了酒 执勤前喝酒的就是他 8号当晚证明岗山分局凤雄派出所 王姓所长疑似7点就开喝 直到9点多返回驻地准备上班 但他浑身酒气也遭督察组实施酒册 酒册值近高达0.69 读查组就在线上直接跟他做酒册 你在那边等他了 酒册只是0.6 几乎已经喝盲了 他常常喝醉回来 就会在那边大响声 很难想像那个曾经热心劝阻民众遭诈骗 协助独居老汪的暖警禁制法犯法 因为依照相关规定 警察执行前不得饮酒 但证明王姓所长竟喝酒上工 一个礼拜几乎喝 15天跑不掉 连点醉了 而根据了解王姓所长 警专第五旗从基层远警做起 10年前录取中央警察大学二纪 随后分别担任过六规 左营等辖区派出所所长 但身为管理阶层却无视规定 王源氏勤前饮酒 但无酒后驾车及涉足 不妥当场所 本分局本于不护短之立场 依规定惩处 分局强调绝不护短 针对王姓所长除了继小过 也已经报警警局更换服务单位 毕竟高雄日前才闹出 竞技小组组长酒驾自撞 这回在传派出所所长 执行前喝酒恐怕在上警察形象 记者陈备从张继维刚才报道 提供价格尤卫天 within 开始